蓝色衣服男子站在路边怒气冲冲 抓着阿伯就往对方头打下去 重击阿伯头部 阿伯痛到站不稳趴到汽车上去 但蓝衣男子不肯罢休 继续往阿伯的头猛K好几下 最后摔倒在地滚在地上扭打 画面触目惊心 年轻人打长辈到底发生什么事 调出监视器还原 被打的阿伯原本骑脚踏车 一男一女在后方开车 疑似行车纠纷 结果酿冲突 监视器画面拍下蓝衣男 火气很大 下车冲到后车厢拿西瓜刀 女子随后冲上去阻止 没想到男子很不爽 直接当街打了 事情发生在高雄前镇区 21号早上9点多 双方发生行车纠纷 据了解自小客车驾驶 疑似认为对方骑脚踏车回转不慎 一气之下跑到后车厢拿西瓜刀 副驾女子赶紧把刀取下 但男子还是很不爽 狂打阿伯又离开现场 又够夸张 警循后依刑法伤害恐吓罪权 移送高雄地检署登办 令有关交通违规部分依法举发 疑似行车纠纷 竟然当街亮刀狂毓阿伯 双方扭打之后互告伤害 年轻人小小摩擦 火气就那么大 对长辈下众手殴打 实在不应该 记得蔡霜及神山高雄采访报道